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飞机飞到一半没油了 该怎么办 1983年7月23日 加拿大航空143航班 在飞到12500米高空时 油箱突然空了 两个引擎前后熄火 95吨的大客机 瞬间没了任何动力 眼看就要坠机 机上61名乘客命悬一线 这时 机长皮尔森被告知 附近有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 于是他当机立班 决定操控飞机 用滑翔的方式进行紧急拖降 然而 滑翔降落一架民航客机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真的成功吗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机长滑翔飞机 靠近跑道时意外发现 这个废弃机场被改造成了赛车场 地面很多游客及车辆 由于飞机滑翔悄无声息 等快到眼前了 人们才发现它 几乎来不及逃赛 人群中爆出惊恐的尖叫声 机长果断采用滑翔机中 策划的方式减速 落地时 起落架轮胎爆胎 机闭直接触地滑行 终于在距离人群30米的地方停下了 5亿人伤亡 从熄火到落地 这场空中惊魂历史17分钟 创下当时民航机滑翔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 堪称航空史上的传奇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很多人怀疑美国登月根本就是个骗局 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风 国旗怎么会迎风飘扬呢 NASA解释 登月使用的是道L型旗杆 再加上真控中没有空气阻力 插旗杆时产生的抖动会持续更久 因此带动国旗 看上去就像飘了起来 月球上只有太阳这一个大光源 物体的影子应该是平行的才对 但是照片上却可以看到多个方向的影子 其实远处单一光源的情况下 只有地面足够平坦时 影子才会平行 而月球表面是坑坑洼洼 起步不定的 此外 如果真有多个光源 物体应该会有多个影子 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云 照片的背景不应该是满天星星吗 其实 阿波罗登月是在白天 太阳照在月球表面太亮了 所以看不到星星 这个跟地球上的白天也看不到星星 是一个道理 登月计划带回了一些月球上的岩石 分析后的结果表明 这些石头跟地球上的好像没什么区别 月球上的石头怎么会跟地球的一样呢 这些石头跟地球上的石头 也看不到星星